拿到屏東市公所發放的 一人500元振興消費券了 市民很開心 立刻拿到市場買水果 不過卻有消費者忍不住抱怨 不少連鎖商店聚收屏東市公所 單獨發行的振興券 就算有收也有不少限制 甚至連攤販也聚收著一張 面額100元的振興券 商品單價低的店家聚收 有人則是嫌麻煩 也有業者表示 之前政府推五倍券時 髒污毀損銀行聚收 讓他們蒙受損失 因此不太願意收屏東市的振興券 由於這振興券的使用期限 直到3月31號為止 市民抱怨使用不方便 屏東市公所表示 會再加強與商家溝通 並研議相關問題 TVBS新聞葉鳳達 屏東報導 請支持TVBS國際Plus 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開啟小鈴鐺